Hello,大家好,我是Luna,又名二撒 今天我们又来期许二撒说博士的单元了 之前呢,做过两期DIY申请美国博士项目的视频 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次呢,着重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出国规划的时间上的一些安排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是第一次点开我的视频呢,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四大称聚专业,生还才华之一的一名直博生 本科呢,就读于武汉大学 现在在美国明尼苏亚大学读博士 我本科的时候呢,劝队风刮的还没有这么的大 当时也是很天真,就想着出国深造就可以了 说着说着就好想吐槽一下我自己,但我们还是回归正题 那也就是说呢,我有出国这个想法是蛮早的 那留学申请呢,不外乎就是语言考试和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呢,一般就是当年申请的前两三个月准备 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着重分享一下语言考试的规划 除了平时好学习,保持一个好的GPA之外呢 那最早准备的应该就是语言考试了 语言考试还是蛮费时间的 托福的有效期是两年,GRE的有效期是五年 如果大家有出国的想法比较早的话呢 一般来说大一的时候课是很多的 那也很少同学从大一就开始准备托福GRE 虽说托福只有两年有效期呢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早准备 除了很优秀的同学,不要想着一次就能过 真的都是奢望 我个人呢,是从大二下开始准备托福的 当时就是周末报班系统的学习 这个时间呢,应该算是正常的吧 但是托福的战线真的很不稳定 就比如说我身边有的同学考一次就过了 但像我这种呢,就是申请前几个月 甚至在提交申请之后都还在一直考托福的人 不过好在像这种语言考试 无论是托福和雅思,它的长次都是比较多的 所以无论如何呢,大家一定要做好 这个战线可能被拉长的准备 一定要自己花时间下功夫 多说,多练,多写,多做题 总而言之呢,托福或者雅思早达标 后期都会少很大压力的 而关于GRE呢,近期感觉美国大学这边的趋势 就是GRE越来越不重要了 他们甚至还有一个GR Exit的联盟 这个联盟呢,有越来越多的学校 越来越多的项目加入 不过也依旧学校还是要求或者是 大部分是建议有GRE成绩的 所以如果把GRE考出来之后呢 我们肯定就有更多的选择嘛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衡量一下 GRE的难点呢,主要是在词汇和阅读上 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突击几个月 多背单词,多做题 应该还是可以拿到一个还OK的分数的 就不是说有多高 就是大概在320左右吧 对于大部分理工科而言,这个分数就是够用的 总而言之呢,站线一般不会像托福拉的这么长 那至于托福和GRE先考哪一个呢 以下就是我的个人观点,纯个人观点了 因为现在来看呢,很多项目的GRE 它现在已经不是required的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先考托福或者雅思的 那比较顺利的情况呢,就是托福雅思 比较快地达到了自己的一个预期 然后再准备GRE 但很多时候呢,情况并不是很理想 这时候就得及时调整一下 尤其是在托福这个战线可能拉的比较长的情况下呢 大家可以在后期练听力练口语的同时呢 准备一下GRE的词汇和阅读 之后再反过头来看托福的阅读和写作呢 可能就有另外一种领悟和收获了 另外,如果你是基础学科还想考一个GRE subject的话呢 平时基础比较好的同学 可以在大三上的那个十月底考 当然这个也和学校的专业课排课是相关的 如果有很多专业知识没有学的话呢 因为大陆一年就一场嘛 大家就可以在申请前的那个十月底考 这个就比GRE更不重要了 而且很多专业也是不需要的 主要是自己平时打好专业基础呢 考前多刷几套题 就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准备 好,言归正传 如果看到这里的同学你是大三的话呢 那这一年把语言成绩搞定是最好的 因为大四呢,就要开始着手准备包括申请啊,以及毕业设计的一些事情了 如果到时候语言还没有过的话呢,压力是挺大的 所以说最好的情况呢,就肯定是大四之前 这些语言成绩呢,都拿到了一个理想的分数 但也许大家不是很早就有出国的想法 或者说没这么坚定,准备的稍微晚一些 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大四了呢 现在还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分数 想要十二月申请的话,也不要灰心 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利用好,还是有机会的 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情况吧 也给大家增强一下信心 刚才我也说了,我是从大而下开始准备托福的 但来来回回考了好几次呢,都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分数 之后大三夏呢,也就是各个学校夏令营开始报名的时候 我就想,哎算了,要不直接保研算了吧 何必这么折腾自己呢 我就报名了北大的夏令营 虽然说后来我又改主意了 不过我还是去参加了北大的夏令营 而且还拿到了北大直播的资格 不过我还是放弃了这个资格 也没有去占本校这个保研的名额 那我又反过头来准备 那我准备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七八月份了 写上自己真的是头铁 突击了GRE和subject 最后这两个的分数说不上有多高吧 但也是马马虎虎差不多够用的 但是托福就一直是我的一个坎儿 直到申请的时候呢 我的托福也没有拿到一个满意的分数 不过就算是这样呢,我还是拿到了offer 给大家说这个经历呢 也不是说这是一个特别成功的经历 这也算是我走的弯路吧 就是想给大家增强一下自己的信心 就我这么坎坷到最后还是拿到了offer 大家如果好好准备的话呢 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自己学校的出国交换项目啊 或者是说国外学校的一些暑期科研项目 根据自己的情况尽早的规划 一般这种项目呢也是有托福或者雅思分数要求的 早拿到一个语言成绩的分数总归是没有坏处的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 和需要相关的政策具体的来规划一下 这些经历的话在申请的时候肯定可以给自己大大加分的 一般phd项目的申请截止呢都是在12月份以后 那大四上肯定是最忙碌的了 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准备自己的申请材料了 比如说选校啊文书啊推荐信啊 这些具体如何准备呢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有介绍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呢就提醒大家一下 选校啊文书这方面的准备 最晚最晚不要晚于11月 不然就太匆忙了 推荐信呢也要提前至少一个月吧 和老师联系好 如果老师太忙了有回邮件的话 可以选择去办公室去蹲点 不要到12月要提交申请了 现找老师 而关于套词呢 如果说今年12月想申请的同时 现在也可以开始着手准备了 但是套词这件事情呢 真的是太神学了 这里我就不展开说了 因为套词这个问题呢 和你自己的情况 想申请的学校 想申请的导师 以及学术界的一些关系网啊 都是相关的 我们能做的呢 还是去尽量提高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吧 OK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评论里提出来 或者私信我 有时间我都会一一回复的 那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收藏投币点赞 三连支持一下 感谢收看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